今天我要用杏鲍菇下去做素的猪排 首先我们先将杏鲍菇的头尾切掉 主要是要把它切齐 待会再切的时候会比较好看 然后杏鲍菇做一个简单的清洗 那通常我在洗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通通都会用饮用水下去洗 因为用的水不多 所以我基本上会用我们在吃的饮用水 洗干净之后 我会在上面铺少许的姜片 然后直接放到电锅里去把它蒸熟 大概五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等待时间来准备其他的材料 拿一个干净的碗 装两汤匙的面粉 我们要来调面糊 那加的这个水一样是饮用水 我是一池一池的下去夹 一边夹一边搅拌 这样避免一下子水加太多太稀 那最后我整个这样加下来 它适合的浓稠程度大概是 两汤匙的面粉对七汤匙的水 那实际状况大家还是可以稍作增减 然后水加完之后就是记得把这个整个面粉 要把它搅到没有 首先一汤匙的香麻油 然后一汤匙左右的素蚝油 然后再加适量的五香 它其实是比较淡的口味 它比较没有那么咸 所以大家如果实际上在调 你要依据你自己的调味料稍微调整 把刚刚蒸好的杏鲍菇放凉之后拿起来 把多余的水稍微挤一下 那在切的这个部分要稍微比较注意 我是顺着杏鲍菇的那个圆下去一边切一边滚 把这个杏鲍菇滚开 然后最后把这个圆的杏鲍菇切开成一片 那所以大家在切的时候要比较小心 一方面小心刀子不要滑到手 一方面就是小心不要把它切断了 那最后把它整个切摊开之后 我会在里面画几个直线的刀 让它不会再卷起来 然后背面的话就画这个十字的刀痕 有点像我们在刻鱿鱼花这样子 做这个刀痕主要是等一下我在腌制的时候 它的这个酱料才可以比较渗透到杏鲍菇里面 那这样杏鲍菇的味道就会比较好 那我们把刚刚调的这个酱料呢 倒到空盘子之后去腌制这个杏鲍菇 腌差不多五分钟 那接着我们把面糊倒到盘子里 我们要把这个腌制的杏鲍菇片沾上这个面糊 因为等一下我们要裹粉下去炸 我刚刚调的酱料呢 它大概就是腌两片杏鲍菇刚刚好 好另外再拿一个干净的盘子 倒入适量的地瓜粉 接着把我们刚刚沾了面糊的这个杏鲍菇片 放到地瓜粉上面 去把它仔细的沾匀 那因为我这个沾了面糊的这个杏鲍菇 它比较湿 所以我们可以用筷子用汤匙去协助 把地瓜粉均匀的铺上 你这个粉沾的越均匀 等一下炸起来它会越好吃 整个沾匀了之后 我们要放在一旁 让它稍微的回潮 这个步骤其实很重要 如果你没有让它适度的回潮 就是让这个粉均匀的裹在这个杏鲍菇片上 等一下我们放到锅子里炸的时候 这个粉会都掉下来 那这样炸起来就会不均匀不好看 那两片都是一样的做法 那影片中大家就会看到这个是回潮之后的样子 那我们准备一锅干净的油 然后加热 你要把它加热到它已经稍微这个会冒泡泡 就是有一定的油温之后 再把杏鲍菇片放下去炸 因为我们杏鲍菇本身是熟的 我们现在就只是把这个粉整个炸到金黄酥脆 这样就好了 那我们在炸的过程中 一样要注意火 啊 油沥倒一下 那我影片中这个秋葵我也是处理好之后 稍微炸一下 我这个秋葵是用来摆盘用的 那整个都处理好之后 我们接着就可以来切这个杏鲍菇排 那影片中那个盘子底部我是铺生菜 那有的人生菜这样子没有办法直接吃的人 可以再撒上一些美乃滋 那因为我个人是讲究食物的原味 跟稍微比较健康一点 所以可以不加酱料的部分我就用的比较少 那这个杏鲍菇猪排它就是原则上是这么做 那大家在做摆盘的时候 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去做一个调整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